伴随着C罗正式转会沙特联赛 梅罗之争以一个最让人意外的方式结束了 也没有悬念了 就在今日 C罗合同当中的又一个重大细节公开 在他加入这个球队之后 不仅仅是收获了总价值12亿欧元 年薪2亿欧元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收获了一份全新的优待 光是点头同意签下这份合同的签字费 就达到了1亿欧元 C罗居然又多赚了1亿的签字费 这种程度让他去沙特也确实逐渐的可以理解了 在这么多钱面前不是谁都顶得住的 仅有可原 但是他去沙特也没有什么竞技层面上的说法 就是单纯的赚钱了 因为只要他这一走 梅罗竞争也就以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 他整个职业生涯拿到了32个冠军 但是现在他却直接远离了欧洲主流联赛 这和42个冠军的梅西已经无法相提并论 而且重点是C罗现在去了沙特之后 这个联赛连直播的机会都不多 沙特联赛只能在中东和北非等一些阿拉伯国家播出 在欧美没有直播 再加上这个球队的实力一般 因此他想要参加洲际赛事的梦想都无法实现了 而反观另外一边的梅西呢 拿到了冠军之后 他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级别的球王人物 在贝利和马拉多纳都纷纷去世的时候 梅西就是现存于世的唯一的一个足坛球王 梅西甚至又征服了德国足球的传奇巨星马特乌斯 马特乌斯最新一期的表态直接了当的称呼梅西 是历史最伟大球员 他直言 与法国队的一战之后 梅西证明了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是足坛的God 他已经是这个世纪的最佳了 而是不是我们见过的历史最伟大的运动员呢 很有可能 我的记录被他打破 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福气 马特乌斯所说的是记录 是他个人在世界杯上保持25次出场的记录 现在梅西已经通过本次世界杯的成功26次出场超越了马特乌斯 所以马特乌斯直接说了 梅西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他的记录被超越了 没有一点点的极度 而是单纯的感觉到荣幸 他觉得这就是荣誉 现在看起来 梅西和塞罗两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塞罗又多赚了一亿的签字费 但是梅西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公认为是球王 一个得到了金钱 一个得到了荣誉 值得注意的是塞罗的两亿欧年薪并不是他的全部基本工资 实际上塞罗的基本工资只有7000万欧元 剩余部分则是商业条款 而除了这两亿欧元的年薪 刚签约的塞罗已经单独先拿到了一亿欧元了 沙特媒体透露这是利亚得胜利给他的签字费 毫不夸张的说 尽管塞罗离开了高水平的欧洲足坛让人有些遗憾 但至少从金钱角度来看 塞罗依然是大赢家 当然塞罗确实是指得利亚得胜利为他砸出如此多的钱 在官宣塞罗加盟后 利亚得胜利俱乐部的商店已经被击爆 球迷排队抢购塞罗的球衣 而且仅仅用了几个小时 利亚得胜利官方账号粉丝的数量翻了一倍多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两年半时间内 利亚得胜利还会因为塞罗在商业价值方面大获益处